晓妍 黎大哥 晓妍 晓妍 少未卸 原是流言片段 倾心做音乐 你没事吧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 我担心你 便不顾子绢的劝阻 出来找你 也是我运气好 既然在一条小溪旁 发现了你 还有件废弃的农舍 为什么还不跟我说实话 你伤得很重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星音 快跟我说清楚 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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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大哥 你醒了 你江红刺的毒还没有清干净 赶紧再回去歇一会儿 我已经没事了 你在做什么 送给你的 虽然有些简陋 但这是我的一片新音 真好看 星音 我说过的话不会不算说 你 等我伤好了 我就回去禀明楚国 说我要娶你 云大哥 我想问 你不愿意吗 我 我是想问你 我之前问过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是毒仙音 还是因为 因为你 因为你 全都是因为你 你可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你屡次救我 又对我一往情深 不管你以前不得已做过什么 只要你坦诚告诉我 我都不会怪罪 既然你喜欢的 是眼前的我 那以前的事 也不重要了吧 可是 你看啊 这里山青水绣的 你我又都受伤了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几日 安息养伤如何 但我君物中埋伏 主公还生死未卜 我必须得回去 是 我是有点私心 可是你一回去了 你的心中就只有你的大业 和你的兄弟了 既然你我是认定一生的人 你就不愿意分个一两日给我吗 好 相守执念怎去演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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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几天的日子 都是我偷来的 你别这么想 从小我就没有父亲 母亲对我又特别严厉 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要是能早点遇到你 那就好了 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你 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 好 不管因为什么人 因为什么事 都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 好 如果 我做了什么错事的话 你一定要原谅我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过去的都过去了 以后如果在你身边 你不会犯什么错的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白头显了 有不分力 这精益淬炼之术 让你命不久矣 再怎么喜欢 也不能一生一世 我不要 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头发白了 就不好看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傻话 要不 要不我们就别走了 你不是也喜欢 这世外桃源的生活吗 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如果我快死了呢 别胡说 我说的是真的 你呀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 是你自己说的 从无极长回来 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说得对 以后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都听你的 好 不是 现在是想到 你不觉得 你自己是想到 你会来的